各位观众朋友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各位家长 大家好 欢迎收看DJTV今天的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陈丽婷 今天要带大家一起回到小学 跟大家来分享一篇可以跟小朋友 五年级学生或者六年级学生 一起来探讨的一篇文学作品 来自中国湖北省的一个文学 一个作家的文学作品 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老师 今天的老师来自沙乐秀的华小 他姓韦 韦小宝的韦 叫韦玉文老师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介绍 是的 看到老师的照片十分的朝气 可惜这个口罩遮住了脸 我们知道老师已经有19年的执教经验 能不能请老师介绍一下当初怎么踏入这个 教育的行业 这个19年的执教经验 应该是说从当领教开始吧 我记得当时是2002年的时候 就踏入了这个教育界去当领教 之后就发觉到说当老师 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因为发觉到当老师 不单只是在这个做育人的工作以外 其实在校园里面 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是可以在校园里面成为一位老师 可以好好的在学校里面发挥的 是 好 那今天老师 稍后就给我们带来一篇文章 跟大家一起来欣赏 不过现场不只是由我跟韦老师一起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同学 已经准备好了 有六位同学同样是来自沙勒秀华 小的五年级生 我们欢迎他们登场 哈喽 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六位同学 早安 你们都吃了早餐了吗 都吃早餐了吗 是 是 那对于今天要上的这堂课 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 我听说好像是跟礼物有关 可以这么说吧 跟送东西有关 一个馈赠 但我们不知道说 其实礼物对于小学生的定义来说是什么 跟大人的世界的定义来说 又是什么不一样 那老师对礼物的定义又是什么呢 对于大人来说 可能你会觉得说这个礼物 可能是它是比较有意义性的 有价值性的 或者是说你会多想一点 到底我这份礼物送出去的用意是什么 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给送给他 大人常常会想多一点吗 是 那不知道同学们会怎么想 好 我们一个一个学生来点名好了 好 先看一看第一位同学 来 老师点名吧 好 第一位谁要来先说 来 有没有同学要举手的 第一位想要说说看的 好 泽逸 泽逸 礼物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东西 才可以界定为送人的礼物呢 比较好的东西 比较好的 对自己好的 还是对别人好的 肯定是对别人好的 对方要喜欢的 是 来 再下一位同学 别人不喜欢就惨了 就没意思了 送给别人没用的礼物就不好了 好 下一位同学呢 下一位要谁来说 我看到这个红锦 对不对 来 红锦来说一下 我会送那种手工片来 就是自己做 因为它比较有意义 你自己那个心意放进去 然后送给别人 很有心思 我听到他好像很想收这种礼物 亲手制作的礼物 感觉就不一样 对 特别有纪念价值 再来郑坤吧 好吗 郑坤 是 如果送礼物 送用食物 那谁给他们 送食物 为什么 希望他们吃得健康 这很务实的礼物 还有敏锐吧 敏锐 敏锐会送什么样的礼物 我会送他们最要的东西 就是对方心里最渴望的东西 就是一个对的礼物 这个答案很不错 送对方想要的东西 还有丽琴还没回答 丽琴呢 丽琴 你来试试看 说说看 我会送一些书本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 还没有可以增加更多知识 这个想法也很特别 可以当老师以后 还有哪一位同学还没回答 好像是右鲜是吗 好像还有一位对不对 是右鲜吗 我会送日常用品给他们 日常用品 日常用品 为什么 因为有些人家买不到日常用品 就是可以帮他们解决生活上的一些需求 日常用品很实际 包他们一定用得到 所以可见其实礼物在每个人心目中定义不一样 那很多同学都提出了一点 就是礼物要送的对 就是对方所需要的 而接下来这篇文章的礼物 好像又有一点点不一样 是吗 老师这篇文章是什么 可能我们要先卖个官子 但是这个篇章 待会要跟大家讨论的这个篇章 它也是一份礼物 但这份礼物它是出于一个小小的朋友 就是大概是那种还未入小学的小朋友 四五岁的小朋友 他要送出他的一份礼物 对他来说要送出这个礼物很不简单 到底是什么礼物 我觉得待会可以跟大家来再做分享的部分 是小朋友要送小朋友的礼物 而且还没入学的礼物 这个我也很期待 不过对于今天这一堂小学的课文 那其他的没有在现场参与的同学 又是怎么看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 我想要送一张 我亲手绘制的老虎书签 给我的一位朋友 因为对方喜欢阅读 他也曾经说过 勇敢的老虎是他最喜欢的动物 而且我们俩也是属虎 所以我就想把这一份 带着双重意义的礼物给他 我想送礼物给一个寂寞生 但又一直在保护我们的人 他们就是医护人员 我想送他们一张亲手制作的感恩卡 这卡就是我对医护前线 满满的重敬和感谢 大家乖乖在家不要乱跑 就是对受惠最大的贡献 如果我要送礼物给别人 我会选择把口罩和洗手液送给有需要帮助的人 因为我希望在这个疫情期间 大家可以安康地度过这个疫情 那样我和朋友们很快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学校上课了 每一个同学对于这个文章的理解 都有一个各自的心得 那我们回到今天题目好了 跟礼物有关 那礼物通常是在一个情境底下才会产生 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送礼物的时候 是在朋友生日的时候 或者说他心惧入伙的时候 又或者说他可能面对困难的时候 那今天接下来 稍后老师要分享的这篇文章 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底下发生的礼物呢 这个待会我们去进入文本的时候 就可以跟在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还有我们在银路上的小朋友 一起来探讨一下 那最重要跟大家先说多一点点吧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这个礼物 它是从内心 发自己内心 一个小孩子的内心 他看的世界 跟大人看的世界角度也许很不一样 所以他才想说 他要送出的这份礼物 也许很多大人都没有想到的那份礼物 所以为什么说 等下我们要分享的这篇文章 也许对很多读者来说 读了下去 你会觉得很感动 是 因为礼物的这个价值 有时候很难用金钱来定义 你认为很贵的礼物 对别人来说 它可能不一定是他最喜欢的礼物 但对别人来说 他可能所需要的那份礼物 可能不一定是物质的 而是精神层次上的 所以这礼物 其实你要送的对 送的贴心 也相当的考心思 只是如果是在 通常我们想到送礼物的时候 通常是一个欢乐的情境底下 我们会想到送礼物 如果是在一个有灾难的情况发生之下 比较悲伤的情境底下的礼物 那你的挑选又需要更有心思 对不对 就如刚才我们听到说 小朋友所讲的 你看孩子会想的都是比较细腻的 他可能说会去送书本 送他自己煮的食物 送日常用品 送他自己做的这个手工艺品 所以这些都是在小孩子的角度 他会多想一些 他会想到说对方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他想送的是这份心意 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说 送礼物你送了很多 但是别人收了之后 不一定用得到 是 那个可能就有点浪费了 对不对 对 所以送礼物要送得巧 送得对 到底今天这篇文章的礼物是什么呢 他在什么情境底下出现的呢 我们稍后回来给大家一一解答 不要走开 这 terminals D-D-D-TV KPM D-D-D-TV KP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跟礼物有关 它是一个馈赠 可是这个礼物它并不是在一个 很欢乐的情况之下产生的 它跟一些灾难有关 到底今天的这个馈赠是什么呢 我们把时间直接交给老师好了 老师赶快帮我们揭晓一下 好 谢谢各位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还有线上的小朋友 我们准备来上课 那今天在上这一堂课之前 老师先展示一张画面给大家看一下 各位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注意看 这张画面你看 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你会如何来帮助这些灾民呢 我看到有这个哲义想说说看 看到这样的情况 你会怎么来帮助他们 你看这个情况已经发生了 很多这个正在对我都在救着他们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样的一个画面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去帮他们 刚才举手的是哪一位 哲义对不对 哲义来说一下 我会和我的父母跟他们讨论 然后家里的食物新鲜的煮给他们吃 哇 还包煮 意思是说你会先跟父母讨论 过后再煮一些热腾腾的食物 送给他们吃来帮助他们 对 好 那还有没有下一位要说说看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会如何来帮助这些灾民 来 下一位同学 有没有哪一位要来尝试的 举手 勇敢地举手 除了这个哲义 看到了 是 这个洪景 洪景 你来试试看 因为我家庭没有太多那种能量 所以我们只能给一点点的经济钱 来给他们助援他们 也很实际 他会先考虑帮助别人 也要看看自己的能力 所以看看家里可以帮什么东西 你觉得你可以付出一点点的金钱 其实也是你的一份心意 好 谢谢我们的洪景 来 我们再请一位好不好 再请一位 我们还有四位在这边的小朋友 我们再请一位 谁要来尝试 那当然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你也是可以想想看 看到这样的情况 你会想想怎么样来帮助这些灾民 我们请在这个荧幕上的小朋友 再来一位好吗 看到这种情况 你会怎么来帮助他们 好 我看到有同学手指动了 对了 好 你来说吧 有开麦克风吗 帮他们重建家园的意思 那就是觉得说 他的家里可能一些家具 都没有办法再使用了 所以你也是想的是 他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好 先给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你们都很棒 那接着下来我们来看看 今天到底我们要看的这个篇章是什么 因为刚才我们都知道 主持人 丽婷都一直在前面说 我们今天要送什么礼物 都一直强调我们卖官姐卖了好久 接着下来就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篇章 那就是高贵的捐赠 这个高贵的捐赠到底我们要捐什么 而为什么这边会很强调是高贵 不是一般 而是很高贵的一个捐赠 到底它是捐什么东西 当然这是一篇取自于网路的一个文章 今天在这边跟大家来做分享 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线上的小朋友 我们跟老师一起来加油好不好 那待会我们这个篇章 有好多个自然段 那希望老师一个人读 感觉就很孤单 那如果你们可以陪老师一起读的话 那感觉就不一样 好不好我们这样子来玩一个游戏 当我们看到有这一个对话式的时候 就由你们来接读行吗 OK OK 我们比一个OK的手势好不好 OK 太棒了 太棒了 很好很好 好 那我们来开始了 我们先来读读看这个篇章 这是一场惨痛的灾难 一场大火夺去了这个家庭女主人的生命 吞噬了这个家庭所有的财产 男主人和他那叫响子的小孩 在消防人员的帮助下 艰难地逃了出来 这一段没有问题 对不对 我们看到很清楚地看到这个情景 发生了一个灾难 一场火灾 这场火灾里面呢 失去了一位主人 这个男主人跟孩子逃了出来 那失去了谁 同学们在这边他们失去了谁 小朋友失去了谁呢 妈妈 他失去了妈妈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段落 我是在灾难后的第二天 去看望他们的 带去了一点点钱 算是对他们的捐赠 在捐赠的人群中 有一对母女引起了我的注意 她俩显然也是来捐赠的 却待在人群的外围 那个母亲蹲在地上 叙叙叨叨地向那只有四五岁的小女孩 说着什么 而那小女孩 绝着嘴 一脸的不情愿 同学们 你看到这个段落的时候 你的心里有没有一个画面赶出来 大家都要跑去捐钱 但是这个作者去到现场的时候 他发现到什么东西 为什么那么奇怪 这个母女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力 过后他们看起来 也是来做捐赠的 对不对 但是却待在人群的外围里面 过后妈妈就躲在那边 跟这个四五岁的孩子 说说说说说 好像说了很多东西 到底他们说什么 到底他们说什么 而小女孩你看 小女孩好像很不情愿的表情 她的脸上露出了很不情愿的这个表情 绝着嘴 就是翘着嘴 好像嘟嘴那样 对 就是她不愿意 那个不愿意的那个情况 发生什么事 我们继续来看篇章 我们继续来看 我猜测 可能是这位母亲拿了女儿 不愿意拿出来的东西来捐赠 才引得了小女孩不高兴 我走过去才发现自己的猜测错了 那位母亲正在指着地上的那堆东西 对女儿说 来 谁来接接看 你瞧 这被褥是妈妈最好的被褥 这件衣服是你爸爸刚来的最好一件衣服 我们都能将自己最好的东西 拿来捐给小子家 你为什么不能拿你最好的呢 你有那么多玩具 为什么偏偏就拿这个破旧的玩具熊呢 读得非常好 他们在这个情况里面 你把这段读得很好 那个妈妈就看 妈妈就跟那个女儿说 你看 这个被褥是最好的 这个衣服也是刚买的 都是好的东西 衣服 最好的一件衣服 我们都能将自己最好的东西 拿出来捐给祥子这个家人 但是这个小女孩 为什么她拿出来的那个玩具 却是一个破旧的玩具熊 妈妈也抓不着 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办 是因为你送东西 不能送破旧的东西 妈妈觉得不好意思 又问了这个小女孩一句话 对 但是小女孩心里想什么 可能值得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 再去思考一下 好 我们继续了 同学们 小女孩有些局处不安 小女孩有些局处不安 小声地说 哪一位同学来念 难道就要将最好的东西送给别人吗 非得最好的吗 母亲回答说 到哪一位同学了 我想 是咱们能不能不捐这破旧的熊 捐你最宝贝的 小女孩抬起头来 有点手足无措 但最终还是小声地说 我少不得 你看 这边的对话 有没有给你看到 这个小女孩 局处不安 所以她的心里 就是不能够很定下来 就小小声地说 难道就是要送最好的东西吗 非得最好的不行吗 妈妈就跟她讲说 我想是咱们能不能捐 咱们就是不能捐这些 破旧的熊 对不对 那捐你最宝贝的不行吗 这个小女孩就更加的不知所措 这个时候不得怎么办 但是小女孩最后讲了一句话 她说 我还腾腾土土地说这句话 我舍不得 她心里面很不舍 到底是什么东西 她很想捐出去 而且感觉到很不舍呢 我们来看 到底她要捐什么 会让她这么舍不得 是不是令我们很好奇 很好奇 这作者太会写了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读一个文章的时候 读一个文本的时候 就是那么有趣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 要把一篇理解文 好好地回答 好好去作答 平时的阅读很重要 因为从阅读里面 你就有很多的这个画面 这个思绪都会出来 对 我们现在就是很期待 继续要来看这个篇章 到底在讲什么了 你看 停了几秒 小女孩又问 来 同学们 我忍不住就插了嘴 因为小女孩提问的样子 实在是太可爱了 小女孩有些不死心 抬头看了看她的妈妈 她的妈妈点了点头 算是肯定了我的回答 小女孩这才低 这才彻底地低了头 你看在这一边 连这个作者都跟这个小女孩 有了互动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从一开始 这个小女孩真的 她真的心里很不舍 为什么我们说很不舍 她还问了一句话 捐出这些东西 还可以拿回来吗 她去跟谁说 去跟那个作者说 那个作者给她什么反应 作者跟她说不可能 那她又看回她的妈妈 看到妈妈在做什么 妈妈点了点头 认同了这个作者所说的 对不对 这个作者所讲的话 这个小女孩说 你们大人都这么说 OK 那我接受吧 这个四五岁的小朋友 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们再继续来看 我们一道走过去 我将准备好的一点点钱 交到祥子父亲的手里 说了一两句安慰的话 小女孩的母亲 送上了带来的被褥和衣服 小女孩慢慢地走上前去 拉着满脸泪痕的祥子的手 珍重地 小心翼翼地将她母亲的手 交到祥子的那只小手上 她的脸色已经苍白 咬了咬嘴唇 再咬了咬嘴唇 然后下了很大很大的 一个决心似的说 说什么 来 谁来接这句话 箱子 我叫我妈妈捐给你了 你以后有妈妈了 你看这句话 好心碎哦 这句话 有没有多一个同学 可以来念这一句 你想想看她当时的心情 会是怎么样的 当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她心里的这个不舍感 跟她的内心的那种挣扎 有没有同学可以来再试试看 念这个句子 祥子 来 我们再多一位同学来试试看 祥子 我将我妈妈捐给你了 你以后有妈妈了 她说祥子 我将我的妈妈 我将我的妈妈捐给你了 你以后有妈妈了 你看她一讲完这句话之后 她的眼泪顺着脸颊躺了下来 然后阴阴地哭出了声 转身跑开了 所以你看到她内心的那个挣扎吗 她把她的妈妈交了给祥子之后 还说这句话 祥子 我将我的妈妈捐给你了 你以后就有妈妈了 一做完这个动作 这个小女孩做什么 她的脸已经是泪流满脸了 过后就赶快转身就跑了出去 继续哭啊 哭啊 哭啊 她的内心是多么的伤感 是 对 这原来 我看到这里才明白 原来她捐的 竟然她认为最好的礼物 就是她的妈妈 可见刚刚我们一开始谈到这个主题 礼物 捐赠 她的定义在每个人的眼中和心中 是不一样的 所以到最后 这个结局会怎么的演变呢 我们这里先卖一个关子 先打住 进一段广告稍微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祥子的过程 以及小女孩的妈妈 怎么样回应小女孩 不要走开 接下来祥子的过程 接下来祥子的过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这篇文章名叫高贵的捐赠 是一篇来自中国的文章 它谈的原来它捐赠的东西 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 而是一种精神层次上的意义的礼物 那刚刚我们谈到了 这文章中的小女孩 为了帮助在火灾当中 失去了母亲的一个小朋友 就打算把她最宝贵 她认为她人生中生命中最宝贵的 就是她的妈妈 捐赠给受灾的家庭 所以读到内里 我们都深深被触动了 可是文章接下来会怎么演变呢 这小女孩的妈妈会对她说什么话呢 我们再请老师给我们揭晓 好 谢谢力听 所以你看刚刚我们在看这个文章的时候 不是一开始的时候都问大家吗 如果是你捐东西给别人的话 你会捐什么 当然我相信说在电视机前的每一位 你们刚才头脑也有很多的一个画面 但是来到这一边 你会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而她只是一个四到五岁的小朋友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她知道对方很需要的是一个妈妈的关心 妈妈的爱 就刚才我们在这个荧幕上的小朋友 也说了捐东西给人家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想一下对方需要的是什么 没想到这个孩子那么棒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篇章里面 还给带给我们什么东西 好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段落 我终于明白了 这个时候作者终于明白了 我跑出人群去安慰她 她的母亲也追了过来 小女孩抬起头来 满是泪花的双眼 定定地看着她的母亲 然后气气地说 妈妈 不 想指的妈妈 这一句应该你们读 对不对 老师忘了 老师忘了我们刚才的一个默契 来 同学们你们来接这句话好不好 来 你们来接 谁要来尝试接 几个手 来 我再来 我再来重复一下 小女孩抬起头来 满是泪花的双眼 定定地看着她的母亲 然后窃窃地说 妈妈 不 翔子的妈妈 我不是想将你要回来 可是 我还是想亲你一下 你别告诉翔子 偷偷 偷 偷偷的 让我亲一下 好吗 哇 你看后面这句话 有没有很感动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你们自己来念一下这句话 你看她说 妈妈 不 不 翔子的妈妈 我不是想要你回来 可是我还是想要亲你一下 你别告诉翔子 偷偷地 让我亲一下 好吗 所以有没有看到 这一个句子里面 这个句子里面 真的深深地让我们看到了 这个小女孩 她舍得是不舍得 她很不舍得 而且她还记得她的妈妈 还有这个作者本身讲过的话 就是你礼物送出去了 你可不能要回来 可是我很卑微 我只想偷偷地亲你一下 我本来的妈妈 我虽然把你交给了翔子 可是我还是这么地爱你 我可以偷偷亲你一下 你别告诉翔子好不好 对 你看我们今天的主持人 丽婷 真的是很棒 她完全就可以理解到 这个文章的上下文结合了 所以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你们常常在读这个理解文的时候 在读篇章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有做到这个部分 段落跟段落之间 一定有它的关系的 句子跟句子之间 一定会有带出它的这个 它的含义 为什么它这么写 你看那个故事情节 越说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越多的感动点 而且如果你记得 上面发生什么事的话 接下来就很清楚地告诉你 他会讲这句话 就如刚刚我们听到主持人 所讲的是什么 他记得作者讲过 东西送出去 是不可以拿回来的 妈妈有没有认同 上面我们说 妈妈有没有认同 有 妈妈做了什么动作 妈妈点了点头 这个点了点头的动作 也就是告诉了我们说 是的 送了东西给别人 是不可以拿回 所以这一句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小女孩 她会讲这句话的时候 她还说 不是 你不是我的妈妈了 你是祥子的妈妈 因为我把你送出去了 但是我很不舍得你 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亲一下 你不可以告诉祥子 我偷偷地亲你一下 这个画面真的让我们看到 很感动 非常感动的一个画面 好 我们再来看 这个时候 妈妈做什么事情 希望大家可以跟老师一起读 她的母亲一把抱住了她 疯狂地吻她 我看到这位母亲的眼里 沉满了眼泪 满脸都是幸福 而又骄傲的神情 我的眼睛也潮湿了 为了谁 为了这小女孩 更为她的母亲 你看作者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作者有没有感动 有 作者很感动 感动到眼睛都是眼泪满满 我看到你听这个故事 听起来也很感动 对不对 当我们真的去读一篇文章的时候 一定会有那个生童感受 因为作者就是带入我们 进入这个文本去了解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看妈妈听到小女孩 这样的一句话 我亲你一下 你不要告诉祥子 所以妈妈就赶快 很激动地就抱着她 抱着自己的女儿来吻她了 这个就是妈妈对孩子的一个爱 母女之间的爱 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她看到这一幕 看到妈妈也是 那个泪水都在她的眼眶里面 过后满脸都是很幸福 又骄傲的神情 同学们 在这个荧幕上的同学们 为什么都是很幸福跟骄傲 你可以想到吗 如果你四五岁的孩子 会做出这个举动的话 对一个大人一个妈妈来说 你会不会感到很幸福 你有这样的一个小朋友 他那么的爱你 你会不会感到很骄傲 你有这样的一个孩子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母爱的伟大 跟你很幸福 有这个宝宝 来跟你一起 来成为你的家人 这也是个幸福感 所以你看最后 作者什么事情呢 作者的眼睛也潮湿了 作者也掉下了 这个感动的泪水 好 接着接着 最后一个自然段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自然段 同学们注意听 在这个荧幕上的小朋友 我们也注意来看 好 可以吗 好 这是我迄今为止 看到最为高贵的捐赠 它让所有的大人汗颜 面对别人的灾难 我们奉上的只是微薄的关爱和同情 而这小女孩奉上的是她的整个世界 这也是我看到最为高贵的母亲 她在她女儿那小小的纯洁心里 种上了爱的种子 开出了高贵的花 所以同学们 我们读到这一边 我们读过了这篇理解文 所以不晓得 在最后这个文章的结尾这一段里面 你有没有看到 你有没有深深地体会到 体会到什么东西 这一个捐赠是多么的高贵 因为它让所有的大人都汗颜 大人都没有想到 我不晓得在电视机前的你 会不会想到会把妈妈捐出去 主持人你会想到吗 当然不会 因为我们在大人的世界里 我们有太多考量 对不对 我们又要务实 又可能要考虑到经济 考虑到自己的能力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原来有时候送的关爱 更加的无价 对不对 是 但是这个四到五岁的小小孩 她竟然会把这个小女孩 奉上的是什么 她的全世界 为什么这么说 对一个小朋友来说 她身边最接近的是谁 她的妈妈 她的妈妈 所有她看到的 她要找的 她要求助的 她不会的 一定是去找 她的妈妈 妈妈是她的整个世界 她最需要的人物 但是她看到对方 因为失去了妈妈 她觉得对方很需要一个母爱 去关心她 去爱护她 她才想到说 把她的妈妈给送了出去 最后这个句子 我觉得非常的棒 作者讲什么 这也是我看到 最为高贵的母亲 她在女儿那小小的 纯洁的心灵里面 种上了爱的种子 也开出了高贵的花 这几个字很值得 我们待会再来思考的部分 是 对 因为这里 她表达的是 其实在这个养育的过程当中 到底这位母亲 是怎么样 把孩子教得这么的有同理心 让她能够深深地感受到 一个受灾难的人 她心中最深切的渴望 所以其实这篇文章 它整个启程转合 都表达了一种同理 一种感动 然后一种馈赠的心理 那稍微来 我们再跟大家 更仔细地来 剖析整篇文章当中 它对于人物的处理 表情 情感的传达 到底是怎么通过文字来展现的 所以不要走开 稍微回来 我们继续来聊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原来这篇高贵的捐赠 要捐赠的是一个小女孩的心意 她把母爱要捐赠给一个受灾的小朋友 那我们请老师再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这篇文章 我们怎么去理解 它在人物的刻画上的一些琢磨点 是 我们常都知道 你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在实体课的时候 老师一定常常跟你说 在读了整篇文章的时候 很重要的 我们要做出文中的一些要点 让我们更加的去清楚整个文章 要带出的是一个什么讯息 我们要去吃透整个文本的部分 那今天在这边就有一个小小的考题 要来考考大家 我们看过了这个文章 听过了这个文章 我们有没有专心上课 好 泽毅刚才在讲话 对不对 是谁 来 这四个人有谁 有翔子 有翔子 还有呢 妈妈 有翔子 有妈妈 还有 作者 还有 还有那个贫穷的小孩 贫穷的 贫穷的小女孩 就是妈妈跟那个小女孩 有没有其他人 有其他的答案 有其他的想法 有吗 其他人有没有其他答案 其他想法 没有 没有 都很认同这个责义所说的 都很认同责义所说 好 你看我们的文章人物 有出现的翔子 小女孩 她的母亲 还有呢 作者 对不对 作者 那文章都讲 他们哭啊 哭啊 为什么 这些人物 他哭的原因是什么 谁可以来说一下 卡卡你们 看看 刚刚有没有专心 这些人物哭的原因是什么 翔子为什么哭 因为翔子失去了妈妈 因为翔子失去了妈妈 所以翔子哭 那如果是小女孩呢 你觉得小女孩为什么会哭啊 因为小女孩把妈妈捐给翔子了 小女孩把妈妈捐了出去 所以她很伤心 很不舍 所以她哭 这是你的想法哦 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你要去思考一下哦 你的想法 跟他们的想法 是不是一样的 母亲呢 这个四五岁 对小女孩的母亲 她为什么又会哭啊 哪一位同学 小女孩的妈妈很感动 她没想到女孩会做出无私的举动 她会觉得很感动 她没有想到她会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 来 作者呢 作者是看到这整件事情的一个过程的 那作者为什么会哭 作者也感动了吗 因为她 是 对 也被感动 也被感动了 作者也被感动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篇章里面 她哭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你们就说了一个你的想法嘛 对不对 现在我们来找找看 这四个人物 翔子 小女孩 母亲 作者 刚才你们有想了一下 到底为什么她哭 现在我们就从这个文字里面 从文本里面去找找看 这四个人哭的原因是什么 来 从这个自然段里面 小朋友可以找到哪一句话 或者哪一些词语 是讲到他去伤心 去流泪的一个原因吗 来 所以来试试看 在这个自然段里面找找看 有吗 好 先看看谁哭了 翔子 她在哪里哭呢 对 你看 在这一边 有没有小女孩慢慢地走上前去 拉过满脸内痕的翔子 有没有 这句话其实在讲什么 同学们 满脸内痕的翔子 这边是翔子为什么会满脸内痕 因为房子没了 妈妈也没了 房子没了 妈妈也没了 对不对 还有呢 在这边还有一句话 这边这句话说 她的眼泪顺着她的脸颊 躺了下来 这个是谁在哭啊 这个是小女孩吧 对吧 同学们 在这个荧幕上的小朋友 你要尝试回答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你也是要来思考一下 对的 我们主持人 我们也变成小朋友了 主持人也一起来尝试答 这个就是谁在哭 这个她的谁啊 小女孩 对不对 小女孩很伤心 很不舍得把她的妈妈 给捐了出去 好 同学们再找找看 这个自然段里面 有哪一些词 哪一些句子 是看出她伤心难过的 看到她伤心难过的 有没有 好 我们请郑坤吧 曾坤你来试试看好不好 这位母亲的眼里 浸满了眼泪 这位母亲的眼里 浸满了眼泪 这个母亲为什么 眼里很多的眼泪 因为她的女儿做出了一个很感动的事情 她的女儿做出了一个很感人的举动 很感人的事情 我们看看 因为她没有想到女儿 会把自己的妈妈给送出去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 也可以用你的笔一边读一边 画这些重点起来 好 你看最后这句呢 我的眼睛也潮湿了 这个我的眼睛也潮湿了 是谁的眼睛 作者的眼睛 对不对 作者为什么眼睛也会潮湿呢 什么原因 因为她被感动到了 作者被感动到了 但是我不晓得在电视机前 在听着这堂课的小朋友 你的眼睛有没有潮湿 你有没有被这个文章也感动到了呢 好 所以刚刚同学们说得很棒 响子失去了妈妈 小女孩不舍得捐出了妈妈 母亲很自豪有这样的一个孩子 而作者呢 她看到这一份的爱 非常的感动 对不对 所以同学们恭喜你们 你们该回答得很好 那同学们你看 文中有几处描述了妈妈捐出 被这个小女孩将妈妈捐出去 时的时候 很复杂的这个心理 我们从这边也可以看到 对不对 第一 小女孩很不情愿 对 还有呢 我们来看 对不对 这个怎么念 局处不安 她又措手无措 不懂怎么办 过后很不舍 很不舍 最后呢 不死心 但是她必须要同意他们的说法 跟着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她还是小心翼翼 真重地把妈妈给交了出去 对不对 捐了出去 捐了出去 所以你看到这个复杂的情况里面 其实它是体现出什么东西 这一份的爱 这一份的爱 所以最后呢 今天这个课的最后 老师还要考考大家 这个段落里面 它出现了三个高贵 拿三个呢 第一个 高贵的捐赠 高贵的母亲 还有高贵的花 这三个高贵 为什么那么重要 它带出了 什么东西 童贞的爱 它带出了妈妈的身教 它更带出了 我们心里那一份的善良 跟慈悲 是 所以就契合整篇文章的主题 叫做高贵的捐赠 这可能是很多大人世界 也无法想象到 原来在他的一个捐赠的过程中 是充满了这个浓厚的爱 而这个浓厚的爱呢 来自小女孩心中 最赤子之心的一个童贞 还有他母亲言传身教 给他生活中的一个学习 所以最后 请老师简短地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文章的选择 主要是让小孩体会到什么呢 是的 所以最后我想问一下小朋友 你可以从这个文章里面 学到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不管在读理解文 还是做阅读的时候 常常要想一下 读不同的篇章 有不同的体会 不同的领域 当中的教育意义 也是我们学习最多的 所以最后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是你 你觉得心中最好的是什么 你愿不愿意 把最好的东西捐给大家呢 这个问题 我就留给电视之前的大家 谢谢大家 也祝大家 在这个期间 要多阅读 提升自己 谢谢 是 我们也非常感谢 韦玉文老师 给我们带来这篇 这么好的文章 我看到其实网络上 也有对这篇文章的很多讨论 可见这篇文章 发人省思的地方有很多 当然我们也十分感谢 今天的小朋友 踊跃参与 也让我们看到 他们的这个小小年纪的心灵中 也有不同的想法 而且他们也充分 沉浸在这个文章 所传递的爱里头 非常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参与我们今天的这堂课 希望说下一次 我们请韦玉文老师 再给我们带来更多 可以发人深省的文章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好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同学们大家好 老师先问你们 你们觉得理解文和作文 哪一个比较难 其实这个问题 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但老师觉得 无论做什么事情 只要方法对了 就能看到成果 同学们大家好 你们觉得学习华文困难吗 那老师再问 如果你觉得学习华文困难的话 难处在哪呢 老师这样问 是因为老师 要你们知道自己的问题 然后对症下药 解决问题 自然 学习就是一件容易 且愉快的事了 一般上理解文都有主题 所以弄清主题 可以帮助你们 理解文本内容 再来同学们也要弄清故事里的人物 还有其他的要素 比如动作描写 还有心理状态等等 当然 最重要的是 看清楚题目 才下笔回答 有些同学呢 在考试时 作答不完整 不全面 所以分数就白白没了 因此啊 考试不只是考你们的理解程度 还考你们是否细心 只要同学们专心 细心 还有努力 那么学习华文一点都不难 祝同学们学习愉快 学业进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